《新加坡》 55岁了 我可以拿多少钱 快了 还有65岁之后的计划 应该怎么样 这些都可以上网查得到 也可以上网去了解更多 很方便 我觉得新加坡这个事真的 因为有了这个网络 因为之前 对不对 大家都有公积金 这个叫公积金 就是在那边存了几十年了 也有半桶金了吧 你知道我听你这么说 你也我不可以动你 我看到国会大哥他的眼睛闪着光 快了 可见他里面挣了很多钱 就是 对吧 就是大家 我觉得这个新加坡政府做得非常好 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 55岁就是很多人都怕到那个年龄 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个公积金 我也不怕就 就是到了这个年龄